今天帶大家去這個有二級建築物歷史的青松館 在這個元朗站的E出口或者在這個紹康站 坐這個輕鐵615去到這個青松站下車 走過對面馬路就見到青松館的入口 青松館佔地20萬平方英尺是一個宗教場所 也是中外遊客和香港市民參觀的道教聖地 館內的原地十份優雅主要建築是以純陽寶殿為中心 該建築於1961年建成 供奉著女純陽祖師、黃松陽祖師和優長春祖師的三代聖像 自從純陽殿建成以來陸續建成了青華堂、液化宮 玉日亭和眾廟支門牌樓等 並增設了慈謝樓台和九龍採壁等設施 館內環設有阿魯縣和西醫政診所 每年4月館內環舉辦盤景展覽 供大眾免費觀賞中國傳統盤災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